哇哦 欢迎来到新闻 随便看记得订阅、赞、赞、赞 我是卢卡斯 我是嘉雯 是的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新闻呢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网红卢卡斯已经正在举行他的婚礼了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 并且follow他的IG 让他可以达到100千 代表我们希望他的婚姻可以 百年好合 这也是新闻吗 应该会写的吗 那种组媒体 网红卢卡斯终于结婚了 不会了 放心 我讲一点正事啦 好 我们到底要聊什么新闻 我们聊一点就是 之前这个KKM的 网纸风波 大老现在好像有一些新的进展跟后续 所以我们来follow up一下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可以欢迎点去这支影片看 我们不要再讲多一次了 对 好 来 现在要变成怎么样了 首先第一个update 就是开始有上升到一些司法的场面 KKM呢 具有他的Datok Chai 以及其中一位董事 以及新建仓 就是他网纸的supplier的三个人 总共五个人被提控上法庭了 那在3月25日呢 警方就已经援引了这个刑事发点109条文 教唆和298条文 蓄意通过言语伤害他人的宗教情感 来把相关嫌犯带到Sharam庭去面控的 那根据这个298条文呢 如果罪程最高是可以被判监禁一年 或者罚款或者两者监事的 这是警方都要提高 这样他们自己呢 也是有自己的官司 对 这个KKM的老板呢 就要正式起诉这个供应商新建厂 要跟他索赔啊 差不多要3200万 算少咯 是啦 确实 那这3200万是怎样算的呢 其中2000万令吉啊 是讲我本来要上市的 现在没有人上市了 上市计划重置 亏很多钱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1050万令吉呢 是关于我的品牌损失啦 可能是营业额啊 名誉啊等等之类的 这个品牌损失到现在 老实讲都还在正在发酵 因为如果你在看TikTok 即便是他们已经被警察控了之后啊 依然有很多人 跑到他们的店门口去示威 然后是挂那个牌跟大家讲 不可以禁这间店 然后甚至是有人是拿那个手机去 有点像公室里面的这些人 员工 员工也好 顾客也好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最糟糕的事情是在3月26日 在Pairac的这个美罗地区呢 有一间KK Mart 他被丢了汽油档 直接碰在他门口 Pairac很喜欢丢汽油档 像是尼可汉 是不是也中汽油档 不知道是不是同意别人啊 但是很恐怖欸 我个人觉得有成为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岛杂 怎么说 压倒什么骆驼呢 就是每一次有这种极端的事件出现的时候啊 这个愤怒的声音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大多数 愤怒的人比较勇敢发声 比较大声一点吧 那直到这个汽油档的出现 你会发现到整个风向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先不论其他族群啊 马来社群里面也开始就讲 不需要逼到别人也跟着你去 有开始不一样的声音 不在一面倒的姿势 对 然后比方讲 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TikToker 这个Cat Price 他就有做一支影片就讲 这个汽油档已经是over the limit了 太过分了 然后讲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冷静 交给警方去处理这样子 然后你会发现到下面的留言 马来人的留言 很多都是赞同 就讲说够了啦 大家不要再去散风点火 这个很多都是Politics的操作来的 然后包括已退休的Politician 前这个Permuda的乌清团团长 凯里 还有跟这个Sherry Hamdan 他们在自己的Podcast里面 其实也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凯里是有讲说 阿克马做的虽然没有错 但是事情发展到现在 You make your point 就够了 你已经做到很明确 让大家知道不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剩下的就交给警方 有叫他step down一点 是是是 然后Sherry Hamdan也是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引经据典 跟大家讲说 我们也许可以再 就不要那么生气 这样子 然后也跟大家讲要再吞到一点 这个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风向出现 但之前还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制止 阿克马 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点认同阿克马 其实有些人就是 反对阿克马的声音也出现 比如说麦丁老板 麦丁的老板 这个Natu Amil 他就有对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就讲阿克马 就是用这件事情 要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 讲到这样明啊 对对对 就是真的 麦丁的老板 不是也是受益者吗 如果KK马中招的话 这样的话就代表他没有这个利益 这个天帮 反正就讲说KK马已经道歉了 可是你还是要持续的发起这个抵制运动 最后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跟影响大的员工生 其实他大部分也是穆斯林报 他就是 当然阿克马有顶着有骂回去了 可是已经开始有谴责的声音 如果老实讲 我看到麦丁的这个老板 讲话之后 也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胆 然后也有人讲说 哇这种时候你敢出生 你是不是要我们也boykot麦丁 也有这样子讲 预料有这种声音的 然后有一些人甚至是跟他check 他讲他是妈妈 不是嘛 不是这么累了 是妈妈 就是有这样的动作 蛮好笑的一些留言 可是这种极端声音一直都有存在 可是他们之前 甚至是主流 现在开始有反对声音是好 是 包括有一些学者 比如这个UCSI的学者 就是达祖丁 他就讲说 阿克马就是一个捧独立 还有讲这个 他就是用这个来捞取真正值本 然后73part28 如果啦 你真的是为这件事情 觉得伊斯兰人被侵犯到 然后感觉不爽 说你不要叫中国道歉 你叫中国道歉 是他们拼的吗 这个挖子 说你只敢打我们的里面的人 这样子 是 确实 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阿克马这件事 阿克马就是 在这个真主挖事件当中 就是发言发的非常的猛烈 几乎每一天一直滴动 然后去抨击KK骂 然后叫大家boykot 然后一直很激进这样子啦 但是一遇到中国 他可能他就没有讲这样多 然后他有回复这个学者讲说 我不会entertain你 去叫中国道歉 他每一个人骂他人 他也是有会反驳 买店的老板他也是有反驳 这个学者他也是有去反驳 每一个人他都有反驳一点 包括所谓一些NGO 像是这个捍卫自由律师团 听起来就很 很人权 还是个人权组织 因为最近警方就已经开始发表一些言论 要求大家哭当说 这个东西已经叫警方去调查 叫大家冷静 像我们这样叫大家冷静 不是不会发言 但是要叫大家冷静 剩下的人就不要再发有 煽动性的言论 这样子很危险 他们怕会再酿造一些 种族通租的历史事件这样子 这样这个人权律师就表示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你要讲你要去抓那种煽动言论者的话 你第一个应该抓就是阿克马 他是整个事情里面的代表性人物 都煽动到够够力 因为他认为这个事情 就是稍微有尝试的国人 看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企业的一时疏忽 一下子不胜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 上升到现在这个等级 然后他认为让政治人物 毫无根据的发表 宗教受到攻击的言论 其实是危险的 是我们其实就交给警方 去判断他是不是故意的 这样子就好了 对对对 然后我看到Twitter上面的留言 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开始骂阿克马 尤其是当汽油弹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讲 你看为什么会被煽动到这样 人民为什么会愤怒到丢汽油弹 都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 这个蛮好 现在是阿克马自己也出来讲 我是谴责汽油弹行为的 他不过就好了 不要丢汽油弹行为 蛮多Twitter的人就讲说 本来一直煽风点火的就是你 然后就是你一直在煽动 大家的愤怒情绪 那大家现在因为愤怒 司空的时候 你不可以再声势外手 这个就不是我要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啦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 如果足够人叫大家 boykot就好 那个线画这里 我觉得就OK了 我觉得以他现在每天 三支TikTok来反击 跟完全没有样松口的 这个表现来说 我觉得它有点难写割 好明白 但是从这点上面 我们想要表达就是 无论是马来团体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国家里面 其实还是有大部分的声音 是很理性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不需要 一杆子打死所有人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 我们的留言下面 有些人会讲什么 6万年的基因 我觉得这种很 也是某种程度是很 太负的留言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用一杆子打死所有人 他们里面也是有理性派 相反的 我们应该要去多称赞 他们的理性派 看到好的那一面 然后让那种基金派的声音 就是去忽视它 我们也有很多理性派 就没像一杆子打死我 没有我是讲说 有一些比较基金的言论 因为他们会被翻译 被翻译给埋人看到两遍 基金派就会吵架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其实反正就 基金人就喜欢发言 你不能叫我们看着这种 基金言论 然后不给他们 不对他们有任何的 不好的影响 理性的回复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说 大家就是更理性的人 应该要摒弃以前那种 哎呀 我们少一点发言的这种讲法 多一点发言 才会不让这个极端言论 战论这个言论市场 是是是 show那个love 现在问题 这个阿康嘛 到底为什么一直要 丢着这个事情做到现在 就这么简单 就是他觉得 靠民粹就可以 可以山东就可以拿马来票吗 其实这件事情上面 有很多人都 尤其是马来社群 也一直在提一个问题 就是 PASS 跟PM跑到哪里去 包括讲说刘花财 自己也有讲说 PM这个时候不讲话就是 无生胜有生 其实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个阿康嘛 比他们还极端是搞什么 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在一个 种族宗教的议题里面 PASS 居然没有出生的一个真空议题 对对 他们甚至也没有扮演怀柔 政治在阿康嘛很 很很极端 这样我们就 哎呀好像很包容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基本上 他们有时候会谴责一下 那个汽油弹的事件 就非常温和 然后这个也是马来网民在讲 comment区下面 也是有很多人 这样子问的 到底是为什么PASS会缺席了呢 马来网民的这个 TikTok comment 当然是阴谋论一点 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是讲说 PASS跟这个KK Mart很好 然后就有一些照片 包括三奴西穿着 KK Mart的衣服 当然这些都是旧照片 然后就讲说 PM其实都有拿这个 KK Mart的一些好处 所以他们不敢 包括有一些赞助的版 也会出现在他们 国盟的这个演讲上面 怎么不应谋论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点点钱 应该不足以让他们闭嘴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然后另外一个 我在网上看到的讲法是讲 其实呢 KK Mart这个东西会炒 只是在Selango地区 因为其实东海岸呢 尤其是PASS执政的周数 几乎没有KK Mart 哦 原来如此 几乎没有 所以你要炒 也炒不起来 你不懂要炒 然后你的选民会 啊什么来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几乎 他的动力也少一点 这样子 但我有看到有人建议PASS 如果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是宗教性政党 他们如果有派一些 Ustad跟乌拉玛出来 成功平息这个路火的话 他就可以拿到西海岸这边的 维稳的开明的选票 甚至有可能在非穆斯林心中的 这个印象炮都可以上升 是的 好我们就期待 Dr Sam上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呼吁人静人静 好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延烧到了更大的部分 尤其是到所有的华人商家 可能要更小心 然后包括PATRONAS 其实也要小心 甚至是团结政府 现在可能在非穆斯林的心中 也会减分 这些东西我们待会 广告之后再回来讨论 股权是一个老板 掌控公司的关键 但有的老板 为了拿到更多融资 把自己的股权让出去 最后虽然是创办人 却获得给人赏地出门的下场 有的老板呢 则不一样 即便股份少少 还是可以牢牢的控制公司 像是马云控制阿里巴巴 那样 这是因为股权不仅仅是 51% vs 49%罢了 Ordinary Share Proven Share要怎么分 又要怎么定制好所有权 控制权 经营权呢 想知道的话 就一定要来YYC局团 在4月9号晚上8点到10点 举办的不懂股权法律 顺意白做一场的线上课程 原本价值128令吉的课程 现在BBQ的粉丝有专属优惠 手100名点击点击写报名的 可以免费呢 这点 是寿命 哇 这么好 这个课程已经累积了 47,669个学员 我也是其中一个 他们的主讲人也是在股权规划上 非常有经验跟能力的 YYC集团合伙人 以及执行长大定讯 而且YYC自己也是从30人的小团队 捐成今天800人的集团 加上他们已经做出超过15家公司的并购 所以他们可能可谓是股权的专家 现场呢 还会有YYC集团跟你分析 他们经手的各种各样的生意的案例 以及股权规划的经验 可谓是干货满满 真的不要错过 赶快点赶快 不管你是老板还是员工 不管你是刚刚想要专业 还是已经是经验老道的这个集团老板 赶快一起来学习 避免走错路啊 是的 每一步路都很重要 尤其是前期的股权规划 不然我就被他赶走了 做好股权规划 生意才能做到 赶快跟BBK跟YYC一起来学习吧 哇 抢快点抢年费 快点 好的 欢迎回来 那其实呢 KKMAR的BOIKO 算是马来西亚第二波的BOIKO浪潮 这两年的第二波 是 这第一波呢 其实是在这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仗的时候 很多穆斯林都会要 BOIKO这个以色列嘛 所以当时候 MACDONALD STARBAG都会BOIKO 然后现在到KKMAR 那有没有第三波呢 其实最近啊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帖子 就是 就是那种他讲说 要BOIKO 除了穆斯林以外的商家的帖子 蛮多的嘞 更直接的 就是华人 对 他讲的华人都是没有 买我们马来人的产品 他们都是BOIKO我们的 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要BOIKO 其中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 就包括了PETRONAS PETRONAS呢 他因为颁了一个太阳人的合约 给了一个 非穆斯林的团体 然后一家公司 然后他就 就开始有这个穆斯林团体 讲说 他要BOIKO PETRONAS 一个礼拜 就是那一个礼拜 不能打油 他可能刚刚打完油了 他反正也要一个礼拜 再打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打 当然有很多汽油厂家 他可以打烧 是 这个东西令人很不安 就是他们仿佛找到了一个新的工具 BOIKO已经成为一个他们的手段 想要做什么 他们就用这个来要挟你 这样子 也不能讲要挟 就是这个 当然BOIKO 我个人觉得是消费者的权利 你问我的话 但是确实 当他见到BOIKO PETRONAS 有成效 有效果 那 可能 就会用 所以他们会发起一个运动 叫做BMF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uy Muslim First 就趁机就是当自己店打广告 我不确定是谁发出 但是网民们就有 List很多的List 讲说 这些都是穆斯林的店 My Dino在里面 现在过后就不懂 现在我就不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 开始有被大家得到很多的关注 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之前我们的观点是看领域 如果有一些领域是底层人民生活 必须平的话 其实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跟成本 去BOIKO PETRONAS 现在的话 不知道我要看KKMAR的这个 事件怎么发展 要看他的财报 所以我就要把他下定格 但是华人当中一直流传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他们已经把我们叫BOIKO PETRONAS 他就讲说外资已经不会再敢进来 因为我们是一个动不动 就BOIKO PETRONAS 的一个国家这样子 确实这个肯定会影响一些投资者信心 你敢 你可能都会要三思一下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比较乐观一点点 我觉得并不会真的发酵太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太强的基础 比方讲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战争 他们有一些口号是很鲜明的 你买的每一根薯条 都会成为巴勒斯坦加杀人民的子弹 就非常的鲜明的 然后也是有很大的道德压力 包括这个KKMAR事件 但如果KKMAR事件有办法 在法官前面澄清 他不是故意的 可能这个杯葛的力量跟道德的基础 也会少一点 但是你要杯葛华人 他的道德基础真的是比较少 因为我必须坦白讲 很多的穆斯坦他们是很看重 所谓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正当性 然后我看到网上的那些帖子 他们要怎么合理化 他们要杯葛华人商家的这个正当性呢 他们就讲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其实华人 一直都是在不会跟我们马来商家的 华人不会来马来人的店 他们是一直这样讲 每一个帖子前面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他们已经不会过我们很多年了 是时候让我们展现 我们的力量不会过回他们 他们是这样讲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Facts 我觉得就是不适合存在 你作为一个华人 我们也可以问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你们会去选 这个店的owner是谁 你觉得这个现象存在吗 我个人觉得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我觉得大家消费的话 倾向区消费跟自己文化相似的东西 其实好像我吃饭 我作为一个华人比较 就是华人味想要吃中国餐 所以他不要去吃马来菜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 菜饭是什么餐 华人的你不不哈啦 马来菜菜饭跟华人菜菜饭 是有显著差距的 因为你没有吃过马来菜饭 那个菜是没有煮的 生菜 然后牛肉很多 吃日本餐 或者是西餐 我觉得文化的选择肯定是有在 可是它并没有形成到boygod 就是如果有需要 然后那个马来菜饭的产品是符合 我们肯定也是会用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根本就不会去 理那个店家是谁 作为一个华人 我必须很负责人讲 我华人是很计较钱的 哪里便宜哪里好 我用它就去哪里 它不会去care老板是谁 所以我并没有boygod一说 这样大家会不会先天觉得 华人的产品就是比较好呢 我不敢讲啦 但是我有看到有一个网民的tiktok的留言 因为网上真的是太多这种 他们讲要support自己人的这个帖子 然后其中一个是讲说有一间mark 我们不要讲名字啦 就讲这间mark 其实是Muslim拥有的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去support 然后就有人在下面comment 可是我去它那边 Long Song很多货都是没有的 然后连牙膏 Muslim的牙膏都没有 他这样讲 然后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族群 大家都是看性价比的啦 但真的是不要想太多 就是觉得我们华人有那么邪恶 其实根本没有啊 就是我们买东西西方的我们也买 日本的日本的我们也买 就是看看哪一个东西好咯 这个东西咯 我想问啊 这样请问是马来人比较不清楚买华人的东西吗 因为我们没有哈拉认真 这个当然是含的 反而我们没有这个barrier 哦 但是你会去吃mammab吗 会啊会啊 mammab为什么不是呢 好啊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我也是有看到一些平反 就tiktok上有看到一个店家马来商家 他就拍了这个是我的店啊 西北斗华人啊你看 西北斗印度人啊你看哪里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 其实马来社群他自己也很困惑啦 就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他讲 哦我是马来店 我是做大亚的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 然后下面就有人讲 哎 阿胖啊这间店华人有来吗 他们就会问哦就问彼此 因为他们就问那些马来老板 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是有看到很多人讲 其实华人也有来这样子啊 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他道德基础比较薄弱 不太可能会成真 但是我觉得华人商家还是需要做多一点点 sensitivity的提高 就是讲说你只要不惹到 或者是触碰到敏感的东西都是ok的 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是以马来市场为主要战场的话 其实算不算是你一个本来就应该要尽的义务 就是照顾他们的竞技跟情绪 我们撇除所有的什么身份证制来聊这个问题 就在商严商啊你的群 你的客户群主要是 什么样的人你都需要头七说号的嘛 所以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经商的话 就好像我看他们这种直播带货不是很横行的 在提高 尤其是马来市场直播带货就是 肯定是比华人市场好做很多的 你会发现很多商家 哪怕是华人他故意请马来主播 然后觉得同样的脸孔比较流利的马来语 是会让他的用户比较愿意去购买的话 这样其实也不排斥做这件事情 但是也有一些 马来人他们会去查这件事情 比方讲我看到有一个 MART叫ST什么什么 我也不要去讲是什么MART 但是他们就有讲 其实马来人在里面只拿10%的股份 有一些TikTok留言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也一直看这种少数的留言 然后一直放大来恐吓我们 不是不是不是 可能我的Algorithm就已经被 我一直觉得你为什么可以一直看到这种 我一直看都是那种大家企图在米和种族冲突 我都是看到那种Santa有族很好啊 这样子的 为什么你一直看到这种留言 他可能把我当成基金派 因为我每天在看基金派的言论 他们就会去研究 包括他们这种Farm Fresh的老板 那个马来人 这个也是不要变成他的命运 这样他们觉得 那个其中一个Founder也是很可怜 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故事严论 你回去再洗一下你的Algorithm 我看了有点美女让我的TikTok出现跳舞 然后你一直跟大家讲他们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你又叫我们对他们不要有偏见 对不起 What can I do 我觉得 What can I say 然后我最近搬家 我们那栋库里面是很多马来人 每次我们都他都会很主动 Moy's around 那半度个就有拿很多很重的东西 他们都会 然后就跟我打听 哦 你是住几层啊 你一个人搬啊 你自己买的 哦 搬带你啊 都是这样的 对啊 我觉得生活上 我是没有感受到 真的是像他们会不会去查你 然后博博 因为很难吧 因为非常多的马来人 都在华人公司上班吧 非常多吧 就是大家都会在自己的发文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真的是很难很难 有就是分割到那么明确了 希望没有啦 我们看一看未来会怎么样 你自己的认知是怎样啊 是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不过这件事情在发酵到现在啊 已经越演越烈之后啊 也有一些人开始在骂我们的政府 尤其是我们的 对 PMX 为什么警方都出声了 这个 PMX 好像 非常的冷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讲他有发言 他确实也有讲说 哦 我们要冷静 我们不要侮辱这个伊斯兰 然后但是我们把这件事情 交给警方跟司法去处理 其他人不要 你不要自己假装充当这个审判者 是 是 是 你觉得够吗 讲这些话 我其实觉得第一从时间线上给我的感觉 是他的发言确实是 算是滞后更晚的 慢一拍啦 对对对 万达这个东西闹到已经 蛮冲矛盾蛮激烈 阿克马都有跟他 跟他同在团结政府里面的行动党 还是马华什么一起发生冲突了 过后他都还没有出来讲话 哦 我自己的感受是 25号是大概就是 呃 当开始整个东西都哭到了 他才出来讲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你们所谓的这个政府的公主啊 你是不是其实也应该 主公啦 公主 公主是那个 公主 我听到 princess 你真的 对不起 来继续 脑在想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为你要讲安华是公主 就是他小嫩小嫩这样 公主 团队政府的公主 我觉得 你起码要协商好这个东西吧 如果你是 如果你 OK 我小人执行我的猜测 如果是你一开始是觉得 你喜欢阿克马 这样子可以拿到一点马来票 哈哈 我会很失望 哦 我是这样觉得 然后你看 他的谴责力度也没有像其他东西明确 他其实到现在都没有讲阿克马对还是错 嗯 他也没有讲 boy code的行为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我觉得当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明确的都已经 伤害到整个社会的 可以讲是经济运作模式的时候 我觉得他起码应该要出来 take a stand 嗯 嗯 这个我又可以稍微理解他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安华的走狗 所以呢 所以我就觉得 他男在哪啊 他好聪明啊 就在大家冷静之后才来摆扬 没有啦 大家没有冷静 他给我的观感是 大家都让我们的开名牌 忍无可忍 有一些开名牌需要自己出来对抗这个声音 才看到 哦 原来也是有的人是这样子的 他才出来讲话 OK 反而我这个你讲的确实了 我也是觉得滞后一点 但是我稍微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这么的模糊 是因为 你讲什么都是错的 在这个节骨眼 你要晒谁 你要骂阿克马 所有人就骂你 你看果然就是 他也跟着一起侮辱我们的宗教 你两边不讨好 他就骂阿克马 这是他的对手 又不是果蒙 这是跟他一起打的人 是同样跟他在团圆政府里面的 巫统下面的无情团团长 他连这个配合都打不好吗 你的意思就是 他这次出生的话 面对的压力比较少 因为果蒙这次也没有什么出生 他这次不是果蒙在跟你 整的这个代表 伊斯兰跟代表马来人的地位 这样也是有一点道理 最好是他可以跟哈迪亚王手牵手一起讲 大家 我觉得这样就赢了 或者这个慕尤丁一起牵手 这个就很厉害了 如果他可以做到这样 为什么 他起码应该跟札毅讲 喂 看小妈 札毅 可是札毅 他跟札毅也是帮他 我其实觉得 阿克马是有 就是你刚刚开始一直喊说 我要他们道歉 他们不道歉 我们一定包括 这样他们也道歉了 如果你觉得他一个机子会不够 他也上了那个电子版的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 OK 好 大家都已经道歉了 我们也不是一个金金教的种族 我们这个种族是很包容的 我觉得阿克马是可以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他都没有要 Soft land的意思 我觉得起码 我觉得你跟我讲 安华跟札毅不能够 这样 可以了啦 你都一秒 你想怎样 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 可能他block他 black girl 然后我就觉得 你那样阿克马 你都管不到 你还怎样管家人 他只是无情团团 怎样 甚至不是巫统团团长 是凯迪的时候这么的就是 嗯嗯 好啦 我们也希望这个政府这边 也应该要多出一点声啦 因为你知道吗 非穆斯林人 起码要有改善我们要怎样做啦 是 我觉得非穆斯林的YB 很难出生了 一出生就被人家骂 可是他们也出生了 对他们也出生了 这么难出生多出生 你要公主在做什么 嗯 他在做公主 好啦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欢迎你留下你的看法 你觉得安华这个做法对吗 还是你觉得他背后大有智慧呢 你应该该讲 其实纯粹就是 医生作者 他不想被这些事情改造 他在忙着聊AI 聊外资 聊各种的转型 所以他根本懒得回应这些东西 是的 他遵守司法 政府不干预 交给警方跟这个法官去判 好啦 我老实讲 我也觉得 也没有错完 但是就看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OK 因为你干预的话 今天这个首相可以这样子干预 你其实就是 期望有一个人质的社会 我没有要他干预 我要他就是 概大家 这个就是干预 就是你就是 你如果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就 就像他这样讲 我不干预 我们交给司法判断 这个就是法治的社会 这样你应该让大家一起不要感预 不要去参与北革 把这个可以交给法治 法治的社会就是讲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发生的权利 就是阿克马 也要面对法治的制裁 那我们来看看 会不会 应该不会 我们就聊到这里 然后大家记得 按赞这支影片跟分享出去 让身边更多的人关心事实 我们未来也会做更多 这些新闻的报导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后祝他新婚快乐啦 也记得要follow我们的IG 为什么呢 跟大家分析那个利弊 因为我们去pitch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IG 其实也是很重要 这个follow师 如果我们拿到好价钱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影片 不要忘记我们是很肯烧钱 做影片的团队 所以记得去follow Gamun0121跟LucasDebating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